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家的这个手工区域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手工所有的这些缝纫设备布料还有这些辅料都放在了我们家客厅的一个角落里 具体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吧 先给大家看一下桌面部分 是两台缝纫机 这一台呢是包缝纫机 左边用的 边上这一台呢是缝纫机缝直线和各种线机 这两台的品牌呢都是日本的重机牌子的 这是我平常手工用的一个电运斗 我把这个剪刀放在了这个位置上 用的时候比较方便 在缝纫机的盒子里我装了常用的拆线剪刀 强力夹 还有可换的各种压小 夹皮筋器 可以用来拆螺丝的一个小螺丝刀 这后面呢我是用一个塑料盒子来装这个缝纫机线 这是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布衣笔带 里面有各种锥子 鞋的时候呢使用这种锥子比较好用 中间带孔的 这个就是正常的锥子 还有护手霜可以保护我们的手部 还有这个手工刀 包括小链子可以穿线的时候来使用一下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些辅料区 我是用统一的这种小收纳抽屉来解决的 这个抽屉里主要是做包的一些配件 五金配件还有这些包袋 这是做好的一些手工发饰 成品这是 这是一些小的发圈的囤货 和可以给孩子做发饰的一些发饰配件 这个皮筋呢是用于做裤子的裤腰 宽的窄的都可以 都有 这个抽屉呢全是这种皮筋 用于做内裤 这一层抽屉呢装的是做头发的发夹 各种夹子 这一层呢是我常用的拉链 做抱枕呀被套呀什么的用的 这一层呢是做手工的胶枪 造了一些小的配饰 这一层呢是装手工的纸样 这个之前给大家展示过 我是用一个装照片的一个照片相册 来装的这个纸样 这是一个呢做写用的绳子 尺子 画石 我的这个放置原则呢就是 比较重的放在下面 比较常用的呢也放在上面 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这上面呢 放了一些做发式或者是装饰 包包装饰来用的一些小饰品 这是针叉 这是缩芯 这是一个手工电板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盒子呢 是我防刃机的这个外壳罩 我用它来装一些不常用的辅料 这个绣花线 这个人字袋 丝袋 还有花边等 这个下层还装了不少东西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里面有扣子啊 毛线 我都是用这种小袋子存放的 这个袋子呢就是利用平常买的这个 礼品袋 然后我给它安装了一条拉链 就能很好地给它保管和分类 这边呢我放的是一些 用过的这个打印纸 可以在它的背面来画纸样 还放了一个济湿的本子 这个比较常用 这个箱子里呢放的是一些成品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运板 还有这个平常手工用的尺 剪刀 随手就可以放置到这个位置上 这是沙发的一个侧面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布料 手工拍摄视频用的一些纯棉布料 我都放在了这个小推车上 用这个小推车的大小来控制这个布料的多少 尽量不囤太多的布料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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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